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鄧怡婷 歡迎鄧怡婷到我再來關西 再一位二十,電話做小事 目前已經漸漸進入當天 往後時間還未到五點,天就已經變歐 為了較薄的核心上學,騎自行車的安全 輪廣政府也來聽過 5200台前後車廳以及反光貼紙 總要送給管來,所有國中小的核心 在這處車廳設備,也有一位大地台西定性的生身人數 來觀看九十萬塊的經費 對處管府特別來表達,感謝這一位 謝謝林先生的大愛 讚!讚!感謝! 觀眾中立生意記都會議員大聲發出感謝的社員 大地台西鄉的一位定性生身人數 由他今年就開始做觀看 這次他來特別觀賞九十萬的經費 讓管府可以來台北出行車的車廳是否 丁先生去年捐助我們兩千萬 那一千萬是用在冷氣 那另外一千萬就是我們的客桌椅 以及足球門的一個提供 那這一次他又看到我們的需求 馬上又大力的支持 我本來只是希望就是裝個後燈就可以 但是他覺得一定要孩子安全 所以前燈後燈反光條 全部都要裝設非常齊全 保障我們的孩子的安全 母親已經漸漸禁止冬天 還沒到五點天就已經到達變黑 議婚禮官議員副董府來表示 因為收到當年定名代表丹青龍的歡迎 還先在晚上騎腳踏車的時候 開車的家屬是都看不到 他們處是非常危險 他這次官府也準備了五千兩百頭的車廳設備 將來沙漸國內所有各種小合身 上個禮拜三 增加它的照明設備 那所以這次針對我們所有國中小 總共有五千兩百台的腳踏車 那我們都為他們裝上前燈 也裝上後燈 甚至貼上反光條 剛才有車廳是別的禁賞 婚禮官長長來生也特別強調 這次客人在下廓騎車的時候 經常的並牌開港 這種動作也真的是非常危險 他們出來希望好好可以加強選擇 保護客人的安全 我在這裡呼籲我們所有的同學 尤其是天色昏暗的時候 如果兩台腳踏車並行的話 更不容易讓所有這些用路人看到 而且並行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所以請大家避免並牌 五千兩百頭的自行車車上 將來送給官來的所有各種小 希望發生在最下廓的時候 可以更加安全 這次官議長報道